阿富汗政府官员23日说,阿南部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当天上午发生两起爆炸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1人受伤。 赫尔曼德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23日上午,官员与民众在拉什卡尔加体育馆庆祝阿富汗新年,上午10时左右。 庆祝活动还在进行,发生了两起爆炸。 爆炸发生后,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往现场,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非官方消息称,伤者中包括该省省长和政府官员。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制造了这起爆炸袭击事件。 新华社伦敦5月1日电,记者贵涛张戴磊,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一日因泄密被解职。 英国国际开发大臣彭丽默,当特当天接任国防大臣一职。 据英国首相府消息,首相特雷沙梅,已要求威廉姆森一日晚卸去国防大臣一职。 这一决定与威廉姆森,未经批准对外透露某些信息有关。 威廉姆森于2017年11月起,担任英国国防大臣。 一日晚,英国政府任命国际开发大臣彭丽默,当特接替威廉姆森,担任国防大臣一职。 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补经委员会,IWC,并将于2019年7月,重启商业补经。 此举或将招致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日本官员表示,吃鲸鱼肉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过去多年间,日本一直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捕猎鲸,并贩卖鲸鱼肉。 动物保护人士对此一直表示谴责。 由于一些鲸鱼物种濒临灭绝。 致力于保护鲸鱼的国际补经委员会,自1986年起,便禁止商业补经活动。 日本于1951年加入该委员会。 虽然此次日本政府的表态已在外界意料之中。 但有动物保护团体警告称, 此举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这意味着日本将可以自由捕捞受国际补经委员会保护的小虚鲸等物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兼一位Yoshi Hatsuga,表示, 未来商业捕鲸活动将局限在日本领海和经济区内。 因此,日本将停止在南极水域和南半球的捕捞活动。 鲸鲸保护团体,此前曾对此举表示欢迎。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 国际捕鲸委员, 只注重保护鲸鱼数量的目标, 未能履行其致力于支持可持续商业捕鲸的另一目标。 过去数百年间,捕捞鲸的活动,在日本一些沿海地区一直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本国民把鲸鱼作为主要肉类来源, 对鲸肉的消费需求飙升。 但是最近几十年间消费量又急剧下降。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鲸鱼肉只占日本所有销售肉类的零。 百分之一,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莫里斯佩恩, 与环境部长梅丽莎普莱斯·莫里斯·莫里斯·菲莱斯,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对日本的决定非常失望。 声明指出, 澳大利亚仍然坚持反对所有形式的商业, 和所谓用于科学的补金活动。 在日本做出正式宣布前, 澳大利亚国际人道协会Human Society International 运动负责人尼克拉·拜农·尼克勒·贝能, 称, 日本将完全在国际法范畴之外运作。 拜农说, 这是日本走上海盗补金国家道路的一步。 这种对国际规则的面试令人不安。 绿色和平敦促日本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绿色和平警告称, 这可能会为明年6月20国际团峰会的东道主日本招致批评。 绿色和平日本办事处执行主管萨姆安尼瑟利·斯·莫里斯·莫里斯·称, 日本政府在年底宣布这一消息, 明显是想要避开国际媒体的注意。 但全世界都很明白日本政府的用意。 今天的决定与国际社会行为不一致, 更是与保护海洋和这些伟大生物未来的需求不一致。 阿尼瑟利称, 1986年, 国际补金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 暂停补捞金鱼, 以恢复金鱼数量。 当时在支持补金的国家看来, 暂停补金活动是暂时之举, 在可持续补捞配额, 达成功时候将得以继续。 然而这变成已向准永久的禁令。 支持补金的日本、挪威及冰岛等国家认为, 补金是其本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应该得以继续。 时至今日, 鲸鱼数量一直受到严格监控。 其中, 许多物种仍濒临灭绝, 但也有像日本主要捕捞的小虚鲸等种类, 不属于濒微物种。 今年9月, 东京试图促使国际补金委员会, 同意分配商业补捞配额。 但这一提案遭到委员会拒绝。 日本虽然退出国际补金委员会, 但是仍将受特定的国际法约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各国应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合作保护、 管理, 并研究经与保护问题。 但是公约没有说明具体国际组织名称。 如果有其他国家愿意配合, 日本可以设法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 或加入类似北大西洋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NAMCO的现有组织。 从国际补金委员会相比, 北大西洋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规模更小, 由挪威、冰岛、格陵兰岛及法罗群岛等支持补金的国家与地区组成。 这些国家和地区, 对国际补金委员会感到失望。 是的, 虽然过去三十年里, 日本一直在补金, 但都是以科学项目的名义。 属国际补金委员会, 尽另外允许的例外情况。 批评人士表示, 这种做法, 实际上是对商业补金活动的掩护。 日本这种做法意味着, 被捕捞的鲸鱼, 用于科学研究。 而鲸鱼肉可以在日后用于消费贩卖。 日本每年捕捞, 约200至1200头鲸鱼。 日本称正在对鲸鱼数量进行调查, 以确定鲸鱼是否濒零灭绝。 日本一直在试图推翻暂停捕鲸的禁令, 并极力推进委员会, 就可持续捕捞配额达成协议。 今年9月, 日本在巴西举行的国际补金委员会峰会上, 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 日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包括建立可持续补金委员会, 并针对数量丰富的鲸鱼种群物种, 却立可持续捕捞限额。 这一提案遭到委员会否决。 此后, 外界一直有传言称, 日本会为不受委员会规则束缚而退出该组织。 新华社巴格达3月19日电通讯, 迟来的希望和再也不容措施的机会, 伊拉克战争16周年纪。 新华社记者张淼, 成帅鹏, 摧毁一个国家需要多久。 16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给出了答案。 2003年3月20日, 美国政府以伊拉克政府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一事后被证明为子虚乌有的理由。 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 发动伊拉克战争。 顷刻间, 伊拉克陷入战火。 重建一个国家需要多久。 事实证明, 哪怕16年之后, 一切才刚刚开始。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底格里斯河东岸。 有着曲线女王之称的已故伊拉克一英国女建筑师, 扎哈哈迪德的遗珠, 伊拉克中央银行新总部已进入施工阶段。 项目搁置多年后, 这座设计172米高的白色布规则住行摩天大楼终于动工, 预计将于2021年落成。 这一地标建筑的动工, 被视为伊拉克重建的象征。 16年后, 哈迪德饱受战乱的阻击国政孕育迟来的希望, 除了在建的中央银行, 巴格达市内多个商业中心、酒店和住宅楼,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等待已久的城市重建。 中建雏形。 16年间, 战争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 恐怖袭击和教派冲突成为常态。 暴力与冲突, 失业与贫穷, 使这个曾经富裕繁荣的国度, 放失了一整代人的希望。 连续十年, 巴格达在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名中年年垫底, 也是全球安全状况最糟糕的城市之一。 前总统萨达姆时期遗留的城市基础设施多以废弃和破败。 曾经有一段时期, 唯一新建的基础设施, 就是不断加盖的防暴墙。 为防止汽车炸弹袭击, 巴格达市内立起了数千处防暴墙。 最知名的防暴墙在绿区, 这是战后美国人在巴格达为美国使馆, 依政府部门等圈企的所谓保护区, 四米多高的围墙, 彻底将政府和百姓隔离。 随着安全局势改善, 从去年年末起, 巴格达行动指挥部开始拆除绿区的铁丝网和防暴墙。